这个韩国人每天都要出十斤资博烧烤 因为五一了 老公在外面花天酒地 他却只能在家里自暴自弃 群死逆活 他把气都杀在了保姆身上 可保姆才不会惯着他 他贵为市长夫人 却只能像狗一样活着 可就在丈夫关运横通的时候 他却连次诉导 要杀了丈夫郑九 这么多年他都忍了 为什么现在才动手 难道仅仅是因为保姆的几句话 原来郑九这次生间 居然将所有的财产都转给了外面的女人 连一根毛都没给他留下 他这才一气之下要杀了郑九 不过郑九这么做 并不是针对妻子 而是针对保姆在宜 两人约定 在他升迁之后 在宜既任通舟市长 他手上的那块地皮也交给在宜打利 可郑九并不信任在宜 在升迁之前将地转给了一个女人 这让在宜慌得一皮 可慌得不仅仅是他 还有两个闺蜜 他们都压上了全部身家在那块地上 郑九最终指在了手术台上 可让在宜想不到的是 在郑九的葬礼上 他竟见到了继承郑九土地的女人 这个女人他不仅认识 而且非常的乎 对方曾经是他最好的闺蜜之一 又那 不过人家可不是来叙旧的 而是来复仇的 原来十年前小律师在宜 家里有矿的富家女 酒店女高管 时装设计师又那 四个人情同姐妹 富家女和未婚夫小高 率先举行了订婚仪式 之后四人不约而同地赶走了小高 要进行单身派对 可小高刚走 又那就收到了他的酒店房号 这也被在宜发现 又那一把抢过手机 他当即问又那是怎么回事 又那说可能是由于小高是隐君子 发错了消息 可他怎么知道小高是隐君子的呢 又那答不出 在宜不管三七二十 就要把事情告诉富家女 两人的对话也被躲在 厕所里的酒店高管听到 当三人各怀心事的回去之后 富家女却将他怀有身孕的事情 告诉了大家 他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 在宜最终没将小高的事情告诉他 可离奇的是 小高当晚惊死在了酒店的客房里 而他的爸爸是国会议员 警方迫于压力 马上展开调查 四个人成为了调查的重点对象 富家女第一个发现的尸体 他有可能和小高吵架杀了对方 可他却说自己怀有对方的孩子 酒店高管也有可能是凶手 因为他是隐君子 在得知小高同为隐君子之后 他当晚也去了那个房间 在宜也有可能是凶手 他为了替闺蜜打抱不住 也去过那个房间 不过他进去之后 却被一个戴面具的人侵犯了 不过对于警方来说 谁是真凶并不动要 重要的是得有人被过 而被过的是无权无事的佑娜 他既不像富家女和酒店高管那样 家里有矿 也不像在宜那样 有个财阀会长的父亲 虽然在宜是私生女 但这并不妨碍他被无罪释放 但佑娜就不一样了 他有的仅仅是伪装成设计师的假身份 和一个酒吧女的妈妈 他不甘啊 可所有人都和他划清了界限 随后的五年里 只有在宜去找过佑娜 不过他并不是因为关心佑娜 而是因为他从检验报告上发现 他内裤上的血质和小高的血型并不相同 也就是说侵犯他的不是小高 房间里还有一个男人 而他就是想询问佑娜 当时房间里是否还有其他的男人 但佑娜却拒绝见他 再之后 佑娜就被神秘人从牢里救了出来 但对方提了个要求 但他永远不要再回韩国 随后佑娜在美国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男人却在三年后带着女儿抛弃了他 满怀希望的佑娜再次跌入深渊 他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回到韩国 而同事告诉他 今天有位韩国的高官会在他们酒店用餐 而对方不是别人 正是通舟市长郑九 于是佑娜在上餐的时候 偷偷在餐盘下面放了一张纸条 然后盛装打扮约见了郑九 两人一拍即合 郑九答应帮他改头换面 重新回国 而他答应回国之后任由郑九安排 不过郑九是个老狐狸 他并不信任在宜 在回国之前 将那块地皮转到了佑娜底下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郑九死了 这打乱了在一和闺蜜的计划 他们不得不去找佑娜 想要回那块地 而佑娜入住的酒店房间 正是小高当年被杀的那间 他看着昔日的闺蜜 一个比一个混得好 可是自己落难的时候 没一个人伸出援手 对方说可以高价买那块地 可佑娜根本不要钱 他的条件是让对方杀了自己的前夫 且不说在一不认识他前夫 就算认识 他也不可能认评佑娜百步 见债姨不答应 佑娜马上问她 是不是在这里遭到过侵犯 债姨脸色瞬间就变了 就这样昔日情同姐妹的世人 不欢而散 佑娜明显是来宣战的 不过债姨可不会坐以待毙 她决定先发自人 拉上两个闺蜜进行市长竞选 而闺蜜同样退无可退 他们都压上了全部身家在那块地上 赢了皆大欢喜 输了万劫不复 他们三个是一条绳子上的骂子 而佑娜也没闲着 她找到了国会议员老高 告诉对方杀她儿子的凶手另有其人 就在债姨表示要竞选市长的当天 老高就气势汹汹闯定了会场 这让债姨紧张的不行 好在有惊无险 对方并不是来打场子的 事后佑娜问债姨 她送的礼物怎么样 债姨以为对方说的是老高 刚要回短信让她不要白费功夫 但就在这时 那个侵犯过她的面具男 却出现在身后 真正的一维三大戏才刚刚开始